早安 謝謝 那有什麼第二投票 沒有講啊 欸 沒有講 早安 拿個筆記本 政策的筆記本 來 拿一個給你 我可以講一次號嗎 喔 好好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爆兩 我是挺你的 阿翔一當就要跟你爆 早安 來拿個筆記本給你 欸 武生 我跟你講 謝國良真的很怕被嗆 他剛剛提到說 我是挺你的 也趕快消贏對不對 對 可是這不是更窮 我們都發過面子 我們的人氣 隨便發都一丟人跑來加油 對不對 沒錯 謝國良今天在車上 發面子 竟然被當空氣 真的沒什麼人 幫他加油 看一下相關畫面 來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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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早 早安 早 大家早 謝謝 來 跟大家問好 拿個筆記本給大家 推銷一下基隆的政策 早安 來 拿個政策筆記本 謝謝 來 謝謝喔 來 早一點 早 早安 來 跟大家問好 來 拿個筆記本給大家 好 早 早安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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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來 拿個筆記本給你 謝謝 好 來 拿個筆記本 謝謝 好 來 筆記本 好 謝謝 無知 無知 發面子有很多 面子 等一下你來講 可是問題是真正太慘 第一個 他真的很怕被嗆 一有人靠近 先回答 馬上先按靜音 連那個什麼 我是提你的 也給我按靜音 然後第二個 他真的發那慘 沒人理他 最慘的事情是什麼呢 因為這東西 我覺得是好奇喔 苦肉祭喔 對 結果他竟然只發 24分鐘就下班了 其實不管是任何 職位的政治人物 民眾都希望 願意走路街頭都不錯啊 民眾都希望看到你認真勤勞 然後接觸人群 這都是一個正面的形象 但是謝國良剛講到 他現在 所以你看得出 他面對罷免壓力真的很大 對啊 剛剛 他這邊有個收音的麥克風 他真的很天兵 他怎麼會一直 自己捂住這個麥克風 他好歹也跟小編講好說 等一下有人過來的話 你那個進了 收音先關掉 那個後台卡掉 對不對 你這樣不就變成直播囉 直播畫面出去 就一直有人走過來 市長 怎麼了 我跟你講我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看了滿多黑人問號 他到底多沒信息 我們掃街都有直播吧 對啊 我們哪有在敲音的 我們就是保證是一盡到底 real的很 對沒有再怎麼有人過來 我們搶救網站 直播全天五天的 對嘛 亂聊天也都錄進去了 我們睡覺都直播 有人靠近我們關聲音的嘛 對沒有人這樣的 因為特別是我跟民眾的互動 這是chance 這是好事嘛 有人幫我馬上當面跟他解釋 對 所以你看得出來 第一個人他壓力真的很大 第二個 謝國楊其實暴露出來 他過去真的是很少接觸人群 對 因為我剛剛看這個畫面 他發得很害羞 市長 怎麼了 我跟你講我今天就是這樣 我看了滿多黑人問號 他到底多沒信息 我們掃街都有直播吧 對啊 我們哪有在敲音的 保證是一盡到底 real的很 對沒有再怎麼有人過來 我們搶救網友 直播全天五天的耶 對嘛 對嘛 我們睡覺都直播 有人靠近我們關聲音的嘛 對沒有人這樣的 因為特別是我跟民眾的互動 這是chance 這是好事嘛 有人幫我馬上當面跟他解釋啊 對所以你看得出來 第一個人他壓力真的很大 第二個 謝國楊其實暴露出來 他過去真的是很少接觸人群 對 因為我剛看這個畫面 他發得很害羞耶 這什麼第一天出來選的菜逼八 新人嗎 對不對 是不是來選議員的 以前沒有接觸過人群 你看 早安 第一個早安 沒有招式 早安 早安 有沒有發一張發的發 阿伯阿伯 好 我謝國良 我跟你講我後來發到什麼程度 我之前在警察站發發發 後來有個女生跟我拿完後 對 我還跟我旁邊說這個滿正的 結果是我妹 機械是反應嘛 有一個人還跟我打招呼嘛 對對對 有時候認知人都沒認出來 對 那是我妹好不好 那怎麼會想他那麼尷尬 對嘛 但是你看謝國良 完全是一個新手 沒有這個經驗 而且早安 早安 而且剛剛畫面大家看到嘛 事實上 他沒有直接站在人潮 這真的動線上面 人都從他後面走過去了嘛 所以他其實第一個 他來說這個發面子 發文宣 其實第一個就是要他的畫面 但是沒關係 人家菜皮巴歸菜皮巴 對 但是你就算覺得 也發太短了 你做好做滿嘛 只發了24分鐘 我們上班時間站入口 基本上大概一小時起跳 最少嘛 你人流才有堵到啊 因為他整個直播時間 只有30分鐘 對 他前面講一些話 兩分鐘開始直播 然後差不多26分的時候 就已經離開了 所以他其實只發了24分鐘 我們以前站入口 最少一定是7點 站到8點 一定要這個一小時起跳 而且我們還一次去好幾個市場 好不好 之前謝國良有沒有記得 之前戰鬥人來幫他掃市場 那時候掃多就很記得 掃15分鐘 沒有 10分鐘 10分鐘 9分50秒 所以謝國良的電量已經被算出來了 對 所以我們搞懂了 現在謝國良如果是機動模式 要一直移動 室外要動的人 電量是10分鐘 對 然後站著不動 就可以撐20分鐘 所以謝國良這個市場體力 可以再加強一下 體力加強一下 但是沒關係 雖然他體力不好 但有兄弟多 對 兄弟多 不過人很兄弟多也是OK的 對 所以謝國良最近找了很多人來幫他站台 7月28週末 找了這個連勝文 一看就看得出來 林佩祥 林佩祥 還有 謝國良 對對對 好這個三個人 但是這個三個人出來以後 沒想到也有事情了 相對剝奪感重 對 連勝文就講說 這個反對以政治為目的的惡劣罷免 這種事情 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但是呢 就有人講了 說欸 這個三個人 你們三個都是正三代 正四代 加你多少錢 對 怎麼你早來都是正二代 這種人 大家覺得說 好像就是靠背景 還是經常是出生的 謝國良不用講 他爸爸謝修平 本來基隆三公集團 而且基隆二姓 合作社理事主席 銀行的老闆 就是他們家的嘛 所以之前還說 二姓員工如何如何 就是因為他們家關係很好 另外謝修平的父親 謝親也就是謝國良的爺爺 對 更不得了了 曾經當過沈議員 還有基隆議長 也當過國大代表 所以在基隆是 聲勢顯赫的世家 這麼顯赫的家族 搞到去發面子 探發筆記本 太慘了啦 也OK啦 親近的群眾都是好事 再來是連勝文 這個應該不用介紹 大家就熟悉 正二代這種人 大家覺得說 好像就是靠背景 還是經常是出生的 謝國良不用講 他爸爸謝修平 本來基隆三公集團 而且基隆二姓 合作的時候 你是主席 銀行的老闆 就是他們家的嘛 所以之前還說 二姓員工如何如何 就是因為他們家關係很好 另外謝修平的父親 謝親也就是謝國良的爺爺 更不得了了 曾經當過沈議員 還有基隆議長 也當過國大代表 所以在基隆市 聲勢顯赫的家族 這麼顯赫的家族 搞到去發面 只探發筆記本 太慘了啦 也OK啦 親近的群眾都是好事 再來呢 連勝文 這個應該不用介紹 大家就熟悉啊 連戰的公子啊 我爸連戰啦 連戰過去當過副總統 國民黨主席等等 林佩祥 林佩祥是他喔 林佩祥其實也是基隆市長 他現在是基隆的立委 對 現任基隆立委 但是他其實也是正二代 因為他爸爸是前基隆市長 林水木 當過兩屆的審議員 也當過兩屆的基隆市長 媽媽呢 徐少平也擔任過 國民黨的立委 所以爸爸媽媽 兩人重痕跡 這好像你沒有點背景 沒資格在這個台上欸 對 所以就覺得 畫面有點衝突嘛 前面是感覺很親民很平民 對 一般人這樣子 哇 來了這個發文宣 來跟你問找 後面發現說 欸 你的朋友來幫你站台 怎麼都是正二代 都是政商界顯赫的人士 對 所以看到呢 包含謝國王現在也掛出了 反罷免看板 因為這個是正式在講萬安 所以就說欸 好了來挺你的 都是這些背景很小 而且他這個看板上面沒有署名 對 現在這個問題就來了 有人質疑說欸 你這個反罷免的看板出來 可是根據我們選爸爸 五三之二條 跟任何的選舉跟罷免的看板 上面一定要署名啊 你要說這個看板誰掛 你是哪個單位掛的啊 不然黑寒的看板亂掛出來 我們怎麼知道誰要負責 謝國良有違規看板 趕快去拆掉 發揮你去洗地的速率 對 基隆市政府 趕快處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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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